大家好,最近在视频下面收到了朋友的留言 先生你好,我特别不理解成功 有些事自己做了好多努力,还是一无所获 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成功 我是这么回答的 你好,感谢你的信任 如果想从我的三言两语当中 找到通向成功的方法 那真把我瞒住了 记住,没有人可以框定哪一种人生就叫成功 也许你已经成功 只是对自己的成功不够满意而已 知道努力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潜质 还有,不要试图模仿哪个名人而达到成功 因为成功本身无法复制 只有默默地做自己,坚持自己 总有一天会满意自己啊 是啊,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成功人士 在各种媒体上分享他们的奋斗经历和成功的经验 对他们总是充满好奇啊 迫切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包括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 甚至想知道每天吃些什么 怎么睡觉啊 几点钟起床啊 希望得到一些启发 幻想着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获得灵感 使自己呢,也能如法炮制 以便在生活和事业上有所突破呀 每当听到一段成功励志的演讲 就像打了鸡血笔一样 觉得自己见到了真神 找到了成功的路径 仿佛自己的成功只日可待 但是,请允许我说但是啊 在听了诸多令人热血沸腾的成功的故事之后呢 似乎脑子里仍然是一片混沌 刚刚打过的鸡血似乎也失去了灵验 那么,这种现象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想啊 其实质就是成功本身是不可扶持的 一定有很多人会反对这个结论 可是现实就这么残酷 这就是事实啊 我们不妨做一个实验啊 如果你想扶持比尔盖茨 也学着他的样子 从大学退学去创业 当然可以 可你想过没有 你能扶持出一个带着小比尔盖茨 出席各种场合 让小小的盖茨就有机会 演谢大开的母亲吗 还有 你能不能扶持一个母亲 让你的第一笔订单 就可以决定你已经敲开了 通往成功的大门呢 很多时候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传承与积累啊 你可能会说 乔布斯 也是半路退学创业 并没有什么背景啊 那好 我告诉你 像乔布斯这种带着使命 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人 他那种跳动的思绪 和不计的行为 如果想扶持的话 恐怕也只有上帝才能够扶持啊 既然老外不好扶持 那咱们就扶持一下 国人马云好了 可以啊 你就从他起步做 去效仿所有资料中能够查得到的 他所有的行为方式 就算你能找回马云当年走过的脚印 好 你就踩着他的脚印 再走一遍 你能缔造一个阿里巴巴帝国吗 成为帝国的精神领袖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决定马云成功的因素 有很多 每一个因素产生的时间和空间 就让当时的马云产生了那样一个想法 或者那样一个修正 而那个时刻 又偏偏适合那样的行动 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是刚刚好啊 如果不在那个时间发生 错过了那个场景 就会错过恰到好处的契机啊 也就是说 成功是多因一果的 成功是一个结果 导致成功的原因却多种多样 多到马云自己都弄不清楚 这里有显现的因 也有隐秘的因 在多个原因组合之后呢 形成共振 最终才导致了成功这个果呀 我们通常把这些原因 想象成一个硕大的原因包 包里面到底包裹着哪些东西 哪些是成功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根本就无法判断 但是呢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成功 所以呢 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 归因谬物当中 随便认定一个因为所以 甚至会得出 马云成为首富 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叫马云的荒谬结论呢 要知道 任何结果都有多个维度的因素决定 而且呢 都离不开一个时间的维度 即使所有的维度都可以复制 而时间维度却无法复制 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结果一定是错了 没有时间和场景就变成了通常所说的 时过境迁啊 就是这样 晚一秒就晚了 早一秒就早了 这种没有任何数学模型可以参照的随机行为 请问 你用什么来复制啊 没错 你踩到了成功者的脚印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捕捉到他头脑里的思维和想法呀 别说你复制不了马云 就是马云本身也无法复制自己 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爱迪生说 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这句话真正的含义 是没有1%的灵感 那99%的汗水毫无意义 一个人的成功也是如此 成功都要经历各种曲折 彷徨煎熬 甚至要经历练狱般的考验 而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成功者各方面的能力 包括思考问题的能力 表达能力 处理事情的能力和抗压能力 等等等等 都要有爆发式的提高化 然而即使经过了 99%的努力 而没有后面那1%的运气 终将一事无成 就像一个矿石 经历了各种高温 沉淀凝结 最终形成了一颗钻石 埋在土里 而它就是没有能碰上 被发现采决的机会 根本就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 尽管成功当中夹杂着各种努力 拼搏和汗水 但达到成功巅峰的那一瞬 却非常非常偶然 多少同样努力拼搏 流汗流血的人 我们没有见到它达到封顶的身影 而是死在了通往成功的路上了 就是这样 也是最戏剧的一点 在成功过程当中呢 运气的成分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了 你可以想一想 所有能够想到的成功者 无不是赶上了某个时机 或者遇到了某个人 才取得了成功 这都是运气在起作用啊 你可以扶持 努力拼搏 流汗流血 可你扶持得了运气吗 另外啊 最不可扶持的 还有成功者的心态 成功者都具备 不为名利而动摇信念的良好心态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真正坚持自己喜欢的职业啊 有多少人又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了自己终身的事业呢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啊 我想人们的思维不会有什么改变 大多数在选择专业和院校去向的时候 不是选择自己喜欢的 而通常是选择有利于自己前途的 到大学以后呢 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和做选修课的时候 选的也不是自己喜欢的 而是学分容易得证书容易拿的 选择毕业去向和工作岗位的时候呢 仍然不是选择自己喜欢的 而是看来更有利于名望 挣钱更多的呀 那我不禁要问 你从来就没有在乎过你喜欢的 凭什么最后会做到那个你喜欢的职业 并且成为你终身的事业呢 凭什么口口声声说要福祉成功呢 成功并不等于名和利的相加 成功是你内心的一个目标 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你会无怨无悔 感受快乐 成功的人 还有一个不可服事的 就是行动力呀 篮球巨星科比说 你见过洛杉矶凌晨四点的太阳吗 虽然这更像一句激励的话 但足以说明科比有常人 所不具备的勤奋和行动力 我有过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想法 曾经得到一位成功人士 也是我的朋友的认可 记得第一次和他阐述方案的时候 他就送了我两个字 行动 后来我都记不清是第多少次 又和他兴高采烈地谈到那个想法时 他笑的笑告诉我 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 现在就去做 是啊 一个再好的想法 如果不付出行动 那和没有想法又有什么两样呢 行动力是一个人成功必备的素质啊 马云的成功只属于马云 如果你觉得可以扶持他的成功 那只是你心中的一个妄念 花时间和心思模仿一个成功者 真的不如一开始就做好自己呀 模仿才是你的最大弯路 你绕了一大圈之后呢 最终还只能是做自己 一味地想要扶持哪个成功的名人 不如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 多几种尝试啊 一个人做过的事情 即使很傻很蠢 都会成为你成功之后的谈资 而那些错过的事情呢 即使再小再倾 再微不足道 都会化作心底的一个 隐痛和怨念 所以啊 人如果有机会 就应该去尝试 在尝试中不断地修正自己 找到一条 自己真正热爱的路途 不一定必须有一个 多么多么漂亮的终点 相信美好 美好就会一路伴随着你 带你达成你自己的愿望啊 好 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 对你有所启发 恳请你订阅分享传播起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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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